圆明会111年全台核定50个新设立的部落文件站 其中瑞穗香纳鲁湾部落协会脱颖而出顺利设置 虽然文件站牌尚未制作完成 不过不影响开站运作 让期待已久的部落长者终于能够倒战共学 个个都开心不已 利用废弃的阅历纸卷成条状 在用粘胶粘贴出自己想要的家屋 这是瑞穗香纳鲁湾部落文件站开站的第一个学习主题家屋 部落长者发挥创意巧思 做出专属于自己故事的家屋 等这个文件站开站有没有等很久 等很久了 有个生活上有个寄托这样子 每天到这个时间 然后就有时候啊这个时间快了 穿漂亮一点这样子来这里 做一做就跑来基本 他基本有开放就好了 干起来也是有开乐又有很多朋友 这样晚一晚这样就很满足了 瑞穗香纳鲁湾部落协会 有鉴于部落青壮年人口外流 家中旧胜老弱妇孺 晚年生活品质不尽理想 连带也影响身体健康 因此积极向圆明会争取设置部落文件站 透过工部门尝照资源 照顾部落长辈 让他们有个健康愉快的晚年生活 因为很多的老人他们没有地方去嘛 不是在家躺着 就是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要工作也没办法工作 就是希望部落的老人能够常常聚在一起 希望可以照顾到他们 圆明会111年从全台100多个提出设站的部落中审查评比 最后核定50个部落文件站 瑞穗香纳鲁湾部落协会名列其中 顺利开设 期待已久的部落长者终于能够到站 共学共餐都相当欢喜 目前文件站编制两名造福员 一名除共之外 还有不少热心的部落族人也都来当志工 共同照顾自己部落的长辈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